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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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首都貝魯特港口儲存油和輪胎的倉庫 星期四起火 一個多月前的大爆炸 已經重創該市的港口和鄰近的居民區 在希臘 萊斯沃斯島上的藍民營起火 導致幾千名難民被迫在路邊摘營 當局正在研究如何在疫情當中 安置受災的難民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說 社會組織的抗擊新冠肺炎工具加速計劃 需要350億美元資金 支持研發疫苗、治療和診斷方法 苗國務卿逢奧星期四 在東盟外長擴大會議上 重新支持東盟十國抗擊新冠病毒 和幫助各國減輕疫情對經濟的影響 南非總統馬福薩對著名律師 喬治·比索斯去世表示哀悼 他在種族隔離政策時期 曾多次為曼德拉進行辯護 我們下巴黄主席 長得重新增長 歇中心 總教授